25歲之後我們人 就是開始走下坡 不管你的任何狀態 就會開始走下坡 那我吃了以後 我覺得最有感的就是我的 褲子變鬆了 然後體內非常的順暢 精神變好了 然後你就會覺得有進有出 我的神隊友就是這個 今天有特別邀請我一個好朋友 她是那個直播界的 帶貨女王 對 歡迎我們的直播主Mia 哈囉 大家好 我是Mia 人妻妹子的Mia 今天要來幫大家介紹這個 女神可可 然後她裡面的話 等一下會順便示範一下 她怎麼衝泡 那這邊要站起來 給大家看一下我的體態 因為我剛生產完三個月 妳才生產完三個月 妳也猜得出來 對 完全 妳轉一圈我們看一下好不好 轉一圈 對啊 好棒耶 妳真的有生小孩嗎 對啊 OK 這邊可以給大家看一下照片 真的 有毒 有真相 妳這樣胖了幾公斤 總共胖了20 妳很猛烈 我還胖20公斤 然後生了兩胎 所以就是女生都很偉大 所以這個是第二胎 對 這是第二胎 生完之後我以為 肚子就會不見了 殊不知 沒有 不可能 真的不可能 對 第二胎的時候 生完就長這樣 所以就是地獄 那接下來給大家看一下現在 因為當然我後期還有搭配運動 想要追求更好的 馬甲線的身材 對 然後再來是我們大活動的時候 有穿上很漂亮的漆袍 對 其實跟各位一樣 就是會需要追求好的體態 才能做更漂亮 妳三個月這樣真的滿厲害的 三個月到底怎麼辦到的 有人三年都很大這樣 真的 所以秘密武器 要來幫大家介紹這個 女神可可 我們女神可可 其實裡面有非常強大的成分 叫做 舞菇 跳舞的舞 香菇的菇 有菇類的甲殼素 它其實針對打擊脂肪 尤其是我們產後 最容易囤積在 肚子 手臂跟大腿的地方 那男生女生 其實都一樣會這樣做囤積 就是非常可以來攝取這個成分 還有這個韓國專利的 啤酒酵母 還有我們的美國裙帶菜等等 非常好的成分 讓它除了可以抑制 大家比較不會想要 亂吃東西的慾望 尤其是冬天的時候 裡面還有一個是 印度的毛猴翹瑞花 這個比較少聽見 在我們的產品裡面 它其實是可以去調理 我們的體質 然後讓你 維持完美的體態這樣 女神可可 其實就是跟徐小可有關係 你看徐小可 對啊 她有喝這個 她是代言人嘛對不對 小可 你看她 我常跟她去吃麻辣鍋 她為什麼還是那麼瘦 她超瘦的 剩四個 對 而且她剩四個 所以你就知道原因了吧 接下來要教大家怎麼泡 是非常的簡單 你們只要在早餐餐前兩條 然後晚餐餐前兩條 大家可以順便享用一下 然後我們就是 它是不是有泡牛奶 也可以泡豆漿 沒錯 因為牛奶跟豆漿 除了可以增添風味 像無糖豆漿是會有這個 蛋白質來去攝取 對 會有飽足感的部分 這邊教大家怎麼沖泡 就是我們在早上的時候 準備冷水 然後拿出兩條女神可可 倒進去之後 你們可以準備牛奶 或是無糖豆漿 來去增添風味跟營養 然後倒進去之後 我們大概泡個 三五百ml左右就可以了 有隨著濃度嗎 你可以自己依照喜好調整 對對對 有些人是喜歡牛奶加全滿 這樣子也是可以的 對 那喝完之後就不用間隔 可以直接用餐 非常的方便 餐前喝 對 餐前喝 在你靜止的情況下 本身就可以去 讓你的這個代謝能力更好一些這樣 而且它的粉很細喔 它的粉末非常的細 對 例如它是可可粉 不是巧克力 對 它是可可粉的那種感覺 大家如果有下午茶時光很棒 是無糖優格直接撒上去 就可以直接拌來吃了 還可以這樣 對 非常的棒 大家最有感的就是產後的媽媽 因為大家都會很想要 就是在這個時間 黃金的六個月內啊 來去有感的調理我們的體態 其實說來說去 所有的男男女女都蠻適合的 是的 好啦 其實我們每次都一直講體態體態 但其實講真的 就是有自信也很重要 是 是的 好